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说来也简单 大家注意看这里 我们只需要开完一枪之后收枪 然后重新掏出来 一边掏枪一边点击换弹加开火 这样就不需要拉双了 不过有一说一 这个技巧在团队基金里面可以说是没啥用了 因为这个技巧是要掏枪换弹开火一气呵成 要是你开完一枪没有及时使用这个技巧的话 就会导致你在敌人面前换弹跟个憨憨似的 这边我又测试了一下AWM和M24 发现这两把枪都是没法使用这个技巧的 也就是说这是专属98k的技巧 另外要说的是 你只有1998k也是能使用这个技巧的 假设我们先开墙 然后千万不想输出 结果不想没子弹了 这时候切回98k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这个技巧了 还是比较实用的 另外就是比如你玩狙击模式的时候 近上钢枪这个技巧也是很实用的 再讲你们个非常有趣的动作 我们守守686跳到空中 打两把子弹 接着直接点击趴下 就能完成这个平地摔的姿势了 这个姿势在敌人和队友眼里 也都是可见的 非常好玩 不过也就只有686才可以触发这个姿势 其他喷子就会像这样 这样 以及这样 总之这就是一个专属686的小技巧 最后还有一个脚装使用的小技巧 用来糊弄大家 那就是怎么做到趴着移动打药 首先浪漫急跑 然后趴下的药品一起点 像这样成功打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往前移动了 再给你们演示一遍 成功打上药后就可以开始挪动 虽然移动的非常缓慢 但是还是聊胜于无不是吗 万一你在决赛圈到伏地摩 这时候毒圈来了 你就可以边移动边打药了 那么今天的吃鸡小课堂就下到这了 我是鸡大宝 咱们下期见 拜拜